真正的红烧肉做法,是不加一滴水和一滴油的,五花肉加姜片料酒,一锅冷水,煮出血沫捞出,另起锅放入五花肉,安全蛋,葱姜蒜,一包调好味道的红烧料,一大罐啤酒,小火慢炖50分钟,您学会了吗? 真正的红烧肉做法,是不加一滴水和一滴油的,五花肉加姜片料酒,一锅冷水,煮出血沫捞出,另起锅放入五花肉,安全蛋,葱姜蒜,一包调好味道的红烧料,一大罐啤酒,小火慢炖50分钟,您学会了吗? 鸡蛋加水煮8分钟,敲碎蛋壳,加盐,老抽,干辣椒,6粒冰糖,一包茶叶蛋卤料包,加清水末过食材,小火煮20分钟即可,多浸泡一碗,味道更佳 河里掉上来的红山鱼,不要再拿去送人了,像我这样做,原汁原味,鲜嫩可口,油热下葱姜蒜炒出香味,然后放入处理好的红山鱼,调味呢,就用两三勺这个老普宁豆酱,其他盐呀,鸡精呀,都不用放了的 沿着锅边加入半碗清水,扣盖焖煮5-6分钟左右,再放点芹菜红椒,继续扣盖煮2分钟就可以了,原汁原味真的非常好吃 为什么广东茶楼的尺子蒸凤爪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呢?其实他们放的调料很简单 首先,市场买炸好的凤爪,去掉支甲剁成两半,碗中放蒜末,小米辣,浇上热油,再放一包广州大厨调配好的尺子酱 搅拌均匀后,倒入凤爪中,加一勺生粉,抓拌均匀,水开上锅蒸15分钟 太香了,在家也能做出茶露的味道,你也试试吧 马上放暑假了,学会这个香喷喷的烤摇鸡,再也不用带孩子去肯德卖了 准备一只有梦想的鸡,给它洗个热水澡,放上葱姜蒜,一勺老抽上色,一包摇鸡粉,一勺花生油,里外涂抹均匀,腌制一小时 烤箱提前预热180度上下火,烤5-60分钟就可以了 真的,连鸡皮都是脆脆的,你要不要试一下 做梦都没想到芋头和胡萝卜,可以做出这么好吃的架丸子 做法特别简单,碗中,放入芋头丝,胡萝卜丝,葱花,盐胡椒粉,一袋炸什么都嘎嘣脆的小酥肉粉 加少许水,抓半成这个猫样,抓一小头团成球,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出锅即可,这样做的芋头丸子香糯酥脆,特别好吃 吃不完的火龙果不要丢掉,试试这样做,小朋友都爱吃的果冻 锅中倒入500克醇净水,30克白砂糖,35克白凉粉 用右手搅拌均匀,水烧开后倒入两毛钱的火龙果,再倒入盘中放凉就凝固了 QQ弹弹,再也不用去外面买,超多色素超长保质期的给孩子吃了 给孩子在家做芒果布丁,安全又放心,没任何防腐剂 准备500毫升鲜牛奶,30克白糖,35克白凉粉 朝着太阳方向搅拌均匀,小火煮开后倒入芒果丁 再倒入模具中冷却后脱膜,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 一个芋头,一勺冰糖,一勺西米,倒滚烫的开水 煮30分钟再焖10分钟,出锅加牛奶 火爆甜品店的香芋西米露,香甜丝滑,也太好喝了吧 婆婆从小告诉我,女孩子夏天要多吃红豆 准备红豆提前浸泡两小时,倒入锅里,加半碗白西米 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煮30分钟再焖20分钟 最后加红糖和牛奶搅拌搅拌,营养丰富,比奶茶好喝百倍 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你们,牧鱼一定要试下我这个做法 原汁原味而且非常简单,牧鱼改刀成厚厚的薄片 牧鱼须切断,水开放入青菜,烫熟捞出,再放入姜葱料酒 倒入牧鱼,开中火烫一分钟马上捞出 这样子烫得牧鱼最为爽脆,葱椒热油激发香味 再来上这样一勺白灼汁,原汁原味非常鲜美 这个五指茅桃手撕鸡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家里只要有个电瓣包就能轻松做出来 鸡皮烫过后会比较容易上色的 然后放料酒,老抽,一包摇鸡粉,少许花生油 里外涂抹均匀,腌制20分钟 锅底铺上姜片和五指茅桃,放上腌好的鸡 腌制剩下的料汁也倒进去 扣盖按煮饭键30分钟 中途多刷点汁,出锅拉,鲜嫩多汁 还有淡淡的腌香味 你们看,我叫做辣椒面安逸不 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 搞得来吃不,安逸得很 很坚定难аете 记得就που可知 哦,走记以后 弃 connector 毕竟商务 今年10月是不是 现在来做辣椒面 大鱼大肉你要是吃腻了 做上这样一道葱油豆腐鲜嫩可口 做法还特别简单 首先把嫩豆腐切成厚厚的薄片 像我这样摆入盘中 水开上锅蒸五分钟 再倒掉蒸出来的汤汁 浇上一群葱油 淋上这个酒店后厨都在用的清蒸白灼汁就可以了 你看是不是很简单